每年6到9月是绿竹笋的产季 而为了行销在地的绿竹笋 泰山农会特地举办的创意料理比赛 一共有7对家政班的志工妈妈 组队报名竞争相当激烈 有参赛者用绿竹笋做出养生料理 成功获得评审青睐 为行销在地绿竹笋 泰山农会特地举办创意料理竞赛活动 共有7对家政班的志工妈妈 组队报名参加竞争十分激烈 这些亲爱的妈妈我们有7班 来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我们的养生竹笋料理餐 透过这些家政班妈妈 来推广我们泰山的绿竹笋 现代人在饮食方面开始注重养生观念 因此参加竞赛的各队代表展现好厨艺 结合绿竹笋作为主题食材 进行创意料理 希望能够获得评审的青睐 我们是柜子班 我们这次的料理是做物中笋 因为以前人家都说物大的话 笋子就好吃 因为现在都是 怎么说 都是大家都讲求养生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沾到一滴油 就弄出一个比较凉爽 比较清爽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所表现的是百佑附足 里面我们的食材是非常的天然 而且是很营养 然后让可以吃到的人都知道说这样的东西 在简单的烹调之下 就可以让食物呈现最美味 那我们泰山得天独厚 有非常好的地理环境 那加上我们这些 家庭妈妈 结合这些绿竹笋 把这些做得那么有创意 那希望大家如果要买绿竹笋 一定要记得我们泰山区农会 泰山区绿竹笋 赞! 每年6月到9月是绿竹笋的盛产季节 尤其绿竹笋含高纤维 可以促进人体的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而且还是低热量低挡固醇的蔬菜 不论是清蒸或者是凉拌 都能够呈现绿竹笋鲜美的口感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 好 谢谢大家